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写的味道,神秘的和服少女 没有头绪的凶杀案 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抑郁着什么 在漫天纷飞的雪花中 一位黑发黑眼的少年乘着伞走在了路上 忽然一个身穿和服的少女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友善地望向了这个比之前见的女孩问好 女孩回眸前笑 目光似乎是看向她 又似乎是看向更遥远的地方 而从此,少年七夜如墨的眼眸 刻下了少女的身影 这便是黑童干叶和梁一世的处子前面 就在干叶以为再也见不到她的时候 就没想到,高中开学的第一天 干叶就在一片黑色的制服中 看到了是神传和服的身影 干叶喜悦地追随着与众不同的身影 高兴地跳到她的面前打招呼 然而没有想到 诗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了 她带着小小的失落离开 但转瞬之间,又因为和诗在同一个班级而充满喜悦 很快,干叶和同学们打成了一片 但是,却常常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旁 冷漠地让人不敢靠近 唯有干叶,总是跑到诗人面前和她聊天 有一次,干叶问世,冬天穿和服会不会有点冷 谁说自己会加上外套的 干叶随口就说,不如买一件皮质夹克 表面漫不经心的是,还是跑到了商店 选择一件红色的夹克外套 重量地一起吃饭 干叶了解最近出现了连环凶杀案 因为自己有个警察表哥正在办理这件案子 他说,凶手杀人手法,极其凶残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四个同样的受害者 男和干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已经被他的话弄得毫无胃口 尤其是似乎感受到了血液,从嘴角低落 如同令完他独自漫步在竹林中时 邂逅到那一地,流淌了鲜血 鲜血从一场意外的车祸现场 蔓延到竹林深处 荣誉的血腥味,强烈地吸引着漫步的少女 他走过去,用手沾血抹在唇上 为自己涂上,人生中第一次的口红 这也不知道他对鲜血是如此的敏感 是留下没有吃完的午餐,就转身离去了 下午放学回家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焦视力,空空如夜 只发现您平时一直在自己身边的干业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于是是,一人走到路口,等管家来接自己 男和路上有一个陌生的男同学经过市时 突然含糊地说了一句 此次未免太过火了 这句充满暗示性的话并没有影响到是 他依旧往路口走去 坐在他等车的时候,干也拿着伞,追着上来 原来干也之旧参加了一个叫白纯李序的学长的欢送会 即使学长也要请了事,但是似乎完全没有当成 吃剧觉得干也的散,少年就安静地站在少年的身边 身子悠闲地半靠着树,嘴底哼着轻松的曲子 雨滴在青石板上轻随地滴大声 混合着少年温和的嗓音 直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 享受着这样的气氛 一切都太过的温暖,太过的安心 太过让人沉醉了 这只是从来都不敢奢望的普通人的生活 可这种不经意的贪念,唤醒了隐藏在深处的杀戮 却则瞬间覆盖着诗的记忆 是反射性地喝止的干液 那种普通人的生活太过耀眼 很容易会让他熟悉自我 因为属于推摩斯拉家族的两一家的继承人 从祝生开始就注定要承担不平凡的使命 普通人就是中期一生,也只能完整地掌握一项事物 然而两一家,为了制造权能的存在 他们通过对血统进行控制和操作 赋予一副肉体无数个人格 而氏,就是家族试验后的产物 他的体内除了女性人格两一世外 还有男性人格两一只 氏和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 两种人格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并通过减少和现实的沟通得以共存 是掌握着肉体的绝对的控制权 而氏,特意辅足性人格陪伴着氏 氏的确能够表现出异与常人的能力 比如他出色的武力 但是,却本能地和现实世界隔离 感受不了世界的陪伴与爱 这也是氏,本能地拒绝与外界沟通 与人交往的原因 然而干业的存在,打破了氏内心的平衡 他渴望消除这种不平衡 于是氏,赋予地主导新人格氏 越见干业见面 他们轻松愉快地逛街,购物,环游戏 直到最后之,把尸体内双重人格的事实 告诉了干业 并且表示是,并不原谅自己和干业考得太近 然而几个小时的相处后 氏却认为干业的性格很好 期待,与他再次见面 干业带着复杂的情绪回到了家中 而表哥带着案件的最新情况 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连完凶杀案,已经出现了第五个受害者 杀人的手法也越来越熟练 就连警察也搞不懂凶手的杀人动机 但是却在第五集熊杀案的现场发现了一个属于干业学校的小灰 看着那枚不经验的小灰 干业的内心浮现出一抹担忧 事件专业就到第三学期开学 这发现自己更加的鼓励 他对周围表现出一发强烈的拒绝意识 而这份鼓励所带来的痛楚在一个傍晚得到短暂的环节 干业和知,谈到事的小时候 他说人在小时候的无知是很有必要的 他们本能地以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爱着自己 这种被爱的感觉会成为惊艳 让他们学会爱人 因为人只能表现自己拥有的感情 但是知不同 他从生下来就开始了解别人 因为小时候的事 心中就感知到了知的存在 他从小时候就会明白人类是多么的丑陋 自然就没有办法去爱他们 他所学到的感情就只有拒绝 但是最近的事 却想着拒绝知的存在 因为知在本质上 代表的是实内心的破坏性能格 里面只存在一种意识 那就是杀人 如果说是 唯一的感情就只有拒绝 那么知唯一的感情就只有杀人 因此是为了保护自己 便会把所有企图召唤出知恶人统统杀掉 而现在这个人 就是黑童干业 之所以将自身的秘密全部说出来 其实是为了警告干业 不要再靠近事 可是在第二天 他就又来要警示 一起吃饭 是更加严肃地表示 如果干业再接近自己的话 那么他 迟早都会杀掉干业的 但也望着是离开的背影 恐惧并没有蔓延在身上 而是自讨自己 竟然对事 如此的沉迷 即使对方想杀掉自己 也依然动心不已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自己能够早点发现 那就好了 回到家后 表哥又带了连续杀单的新消息 就在三天前 出现了第一有个受害者 而这次受害者在临死前 侦察下 抠出了凶手右手的脂肪 只要提取到脂肪内的DNA 就弄破火凶手了 表哥的话 让干业猛来想起事的右手 又猛来长老 当时干业问事 怎么弄伤的 是自然地回答说 自己杀人是弄的 在联系到之前的学校小辉 以及潜在的杀人人格 所有的线索 都有意无意地指向了事 他的担忧 似乎真的 要变成了现实 在干业送走表哥后 他慌张地跑过的漆黑的竹林 走到两一家的门口 然而管家却说是 不在家 第二天晚上 干业在松白城里去学长 踏上车站之后 再次转向两一家的方向 他心里知道 此时去也见不到事 但还是想要去看看 市的家里 亮着灯的样子 然而 却没想到见到 站在学伯中的事 游玩的竹林中 游挡在月光下的雪色 和散落在青石板上 那不堪落幕的尸体 干业 止不住地开始恶心 他甚至 在恐惧中 听到了市的说话 不好的预感 往往 会造成不好的现实 当警察接到干业的报警时 是 已经离开了 干业什么都没有和表哥说 包括出现在杀在现场的事 他选择相信他 如果说这种性能 源自于长久以来的想处 倒不如说源自于内心的本能 然而为了证明市的清白 干业每天晚上 都守在两家的门口 监视着市的行动 无论是风霜 还是余血 他都日复一日地看着 市房间的灯 由明 转暗 对此 事实中无视干业的存在 直到一天傍晚 在仿佛兰昭起来一般的信仰下 是问干业为什么帮他隐瞒这件事 得到确实干业突然的告白 干业说 他会一直想起事的 事宜瞬间错愕 立即又冷静地说 干业 真是个笨蛋 说完后 转身就离开了 然而 在离开前 是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你今晚 还会来吗 他想知道今晚 干业是否还会如往常一样 来到他家门口 注视着灯光的明暗 而在黑夜中 干业看到的 却是站在雨中 一身红衣的事 他的身上散发着 平时还有冷力的气息 眼中泵射的寒光 带着森棱的杀意 这不是干业所认识的两一只 甚至不是两一只 他不是 就在干业开始感到恐惧的时候 痴其血地落了短刀 回向了干业 划破了他的手臂 线红的血液告诉了干业 是 真的要杀了他 在求生欲的驱使下 他发了疯的开始逃跑 男儿身后他的水的木齐声 步步紧逼 干业最终被控制在短刀之下 是 灯达了瞳孔 让夜空中坠落的雨水 顺着眼眶低落 想及了眼泪 干业颤抖地说 我 我 我不想死 可是短刀已经抵在了干业的脖颈 是 痛苦的大汗 可是我好想杀了你啊 就在一阵尖锐的电车声 划破了凌晴的雨夜 真壁血色的少女 面带笑容 挑逻了铁柜 坠落了生命的虚空 原来离开的人 只两一只 两年后 是躺在了白色的病房中 干业依旧每天在的鲜花 来看昏迷不行的事 看着眼前安静的少女 干业时常会问起自己 为什么会相信事 现在 他终于可以告诉自己 因为他明白事 懂得杀人的痛苦 即使受害人 又是假害人的他 比谁都能明白 略分悲伤 可这一切不过是干业的自我猜测罢了 想要撤离地相信 终究 就有一定的懒度 片名 空镜只杀人考察前 整部电影的细节 无论从开头 又或者到结尾 都在刻意告诉观众 凶手 就是两一世 但是 按照正常的剧情来说 肯定不会这么直白 前来凶手就是另有其能 而目的也非常简单 让事 能够觉醒根源 至于根源是什么 这就得追溯到庞大的行人世界 在两一家面前 警察的身份根本不够看 四大推磨家族的两一家 在现实世界的地位非常庞大 木偶凶兽利用适合 知对鲜血的敏感性 从而在他每次避境之路 直到凶杀案 以至于每次才会有血的地方 就会出现两一世 身为家族的继承人 拥有双重人格 并且从小第二人格就处于对世界的防备 以至于是一直以来 都是孤身一人 他的世界观 就是自己只要不和他人扯上关系 他就能够避免一切的麻烦 因为体内有知这个破坏性能格 是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 能够去接近对方 他就要不断抑制或者谋杀之的存在 其余的时间就是限度沉睡 本来这平衡的生活可以继续进行 配同干业的出现 却打破了这个平衡 两一世不过是想体验普通的人生活 包括用过破坏性能格的知 也是如此 知是 他对于人类防备 别人和人都要强烈 而且知的愿望 不过就是希望是 能够在阳光下生活 而能带点事 走进阳光下生活的人 就是干业 知 就像知事的哥哥 为了让世日有美好的未来 而承受出多不干他承受的压力 他能否冲破自我的黑暗 能否决心所谓的根源 下期 还请你听 我说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